美临调低7家互联网公司的目标价导致美股个别的发展 不过因为油价上涨 所以看到道秦四综合指数也有一个反弹 不过今天回来看到港股的走势也是比较横行一下 因为最近成交量也是有缩减的情况出现 所以反映投资者比较险生一点 这个星期内地会公布经济数据 所以看到入市的抑郁就比较淡薄 我相信横生指数短期内应该会比较反复 有可能就是在十天线的平均线 19600点的水平有阻力 尤其是现在呢 50天线已经失守了250天线 出现了一个死亡交叉 所以呢 好像是后市呢 也不会有大幅反弹的机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